天使修煉之旅 堅持下去就會看到希望 歡迎收看一看天使修煉之旅 今天的節目我們邀請到的是 我的社團還有孔木 那孔木是一位智商心理師 那同時也是一位 非常來四期的一個患者 孔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你當初是什麼去的主言嗎 因為其實我從事的工作是 要說話的工作 那當時是因為咳嗽了半年 然後中間看了好幾次醫生都沒有好 後來有一位醫生就建議我 可以到醫院去做一個檢查 結果進到醫院之後就不得了了 因為他們拍了S光片 就發現我背部有一個點點 然後蠻大的 馬上就趕快幫我排斷層 那一路到切片後來就確診肺腺癌這樣 醫生就馬上幫我安排做證止 然後鼓掃啊還有腦部掃描 那那個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我腦部有一個亮點 但是因為它非常非常的小 那沒有辦法判斷說到底是不是中流 因為其實我確診的時候年紀蠻輕的 那他們就討論之後評估 如果不是轉移其實應該算2A 我在跟家人討論過後就想說 好啊那不然就開刀 所以那時候我是先去開肺 然後兩個禮拜之後就抓進去開腦 結果沒想到就開了腦 之後發現其實是轉移的 就確診4期 其實我從小到大做過最嚴重的手術是發治癡 所以就一下子就進醫院 然後動了那麼兩個大手術 而且那時候還進了家務病房兩次 還插管兩次 在裡面那個生活真的是 我覺得恍如隔世這樣子 身為心理師 你有辦法當自己做智商嗎? 我要再次強調一件事 心理師也是人 我記得我那時候 剛確診的時候也是跟大家一樣 只是我傷心的時間很久 我大概哭了一個多月 然後就是每天就是睡起來也哭 睡起來也哭 然後吃飯前哭一下 然後吃一吃又繼續哭 就那時候心情都非常非常的難受 我就猜我那時候其實都已經有一點憂鬱的症狀 這樣子 然後因為其實我本身從事心理工作 我身旁也很多的助人者 其實他們都很支持我 然後會陪我聊天啊 然後去討論一些什麼方式 可以讓自己的心情可以好一點 因為我有去運動 我那時候其實我開完刀 出家務部房之後 我就趕快就是逼迫自己開始要走路 因為一方面開廢需要復健 心情會變得比較好 因為一方面會強迫自己出家門 跟外界接觸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是 我在走路的過程中 其實我會跟自己對話 今天一整天我過得如何 我今天有沒有好好吃飯 然後我今天難過的點是什麼 那我開心的點是什麼 就會跟自己去對話 然後一方面也會鼓勵自己要加油 算是自我療癒嗎 算是欸 在確診的當下 其實腦筋是一片空白的 然後你不太知道 你現在人生要往哪邊走 很混亂 然後又很挫敗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過程中 其實會讓自己比較安定一些這樣子 那時候我還有找到一個方式 因為其實我這個人就是很怕孤單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確診之後 我就打開手機 就找一些跟肺腺癌有關的資訊 先找到了你的部落格 然後我就非常認真的 就是把你部落格的文章 就每一天都去讀 然後看下面大家的留言 從裡面會得到很多鼓勵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 是我加入的那個聯書 非常做的社團 一方面也想聽聽看其他過來人的經驗 是怎麼樣去處理自己剛確診出 其實那些心情的低落 之後怎麼度過 我覺得走出自己的圈圈是非常重要的 當你確診離愛的時候 你會試著想要找一群離愛的意義嗎 因為以前我們在學治療過程中 當如果有人發生一個重大事件 或者是創傷的時候 其實最後要能夠走得出去 有個部分就是要找到那個 關於這件事帶給你的意義 那後來突然有一天我就想到 我老師有教過一個概念叫做正念 正念其實不是那個正向思考 它比較多的是那種就是 活在當下 沒錯沒錯就是活在當下 一直在想我沒有生病之前 我過得如何如何好 萬一以後抗藥了 復發了怎麼辦 如果沒有藥了怎麼辦 其實我們治療過程中 已經忍受很多那種副作用 不管是手術或化療等等之類 都已經熬過這些副作用 卻沒有好好的活在當下 真的是非常可惜 所以我就會開始提醒自己 問我自己我今天有沒有好好運動 我今天有沒有好好的跟我 在意的人 能夠好好的說說話 然後我今天有沒有好好過完我今天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能夠學習活在當下 而是曾經於過去或未來 我自己就是這八年來 我終於找到了我的厲害的意義 在做一些愛友分享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就會通常說 其實我厲害了 我依舊過上就是精彩的生活 去烤麻松 然後去潛水去滑雪等等 這些經歷其實 當我分享出去的時候 愛友會覺得說 其實原來離愛的人生 也不見得一鏡就從此從彩色變成黑吧 你就可以把它活得很精彩 沒錯 還有那種七十幾歲的愛友 然後聽完我的分享 跟他在裡面有講說 我也要去比賽 真的假的 所以我就想說 其實有可能老千爺 也讓我有這種樂天的個性 我甚至在離愛的時候 我也只有難過一天 所以你真的是舞的偶像這樣子 好在節目最後 那孔木是否講幾句話 鼓勵阿友 其實我們確診癌症生病 這是一個事實 就完全不用懷疑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生命 跟我們的人生 不是停留在診間 被宣布確診的那一分那一秒 確診之前我過的是第一人生 那確診之後其實 我才要開始我的第二人生 沒有辦法選擇你所遇到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選擇自己的心情 今天的節目就大致告一段落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當初就是確診的時候 發現就是事情 然後請長官跟公司宣布我 確診的事情 對 為什麼還要用宣布的方式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我自己 職業病發作 因為我自己是學那個 癌傷治療出生的 然後那時候就想到說 萬一他們知道我得了癌症 然後就知道我馬上死掉 我覺得對他們以後的 那個心理復原會很困難 真的就確定死掉了 我就覺得他們事後 在心理復原應該會不會那麼辛苦 這樣子 你們快死掉了還在心別人的心理 有